一波大雪过后 最期待的就是这个景象 一整排的除雪车开过 博右路从雪白变回升黑 我们总共是120个驾驶员 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清除了一遍连续作战 已经达到了大概有15个小时 以往只用人力除雪 光是下一天的雪 就得花一个多星期来清理 大型除雪车成为冬天 维护道路交通最重要的工具 一共65台除雪车 6个小时就可以清除 高达1200万平方公尺的面积 比如说现在华宜 可以清那些小的狭窄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这个洒水车 可以到冬季 可以改成推板 包括雪轨 夏季可以正常的使用 一个综合性的 还有我们的洒布机 洒布机的话 可以作为一个农兵的 提前一个准备工作 综合性比较强 相对比以前来讲的话 效果要更佳 速度更快 不像欧美的除雪车 都是专用型的设备 包括配件都有限制 中国大陆业者 研发出综合类型的除雪机具 可以替换除雪装备 不止冬天能够派上用场 甚至在夏天 也能看到这些机具 在马路上穿梭 夏天是用来洒水 冬天好多车就限制不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 环卫车的基础上 这个改装之后 它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使用率 业者甚至还可以客制化生产 根据客户现有的铲雪设备 搭配不同可以替换的装备 像这样的综合除雪车 就已经卖出超过上千辆 不过这还不是除雪设备 业者的秘密武器 即将向前的这一款 会到四千吨左右 四千吨积雪 抛雪的距离更大一部分提升 能抛到六十米以外 未来这个抛雪机 在我们整个积雪下雪之后 道路的积雪清除和道路抢东 会是一个我们 一个像神兵力气一样的一个设备 除了大型的除雪机具之外 在降雪比较少的南方大城市 像这样的小型机器人 只有能小秉立大功 这里面有激昂雷达 有这个深度摄像头 我们还有这个超声波 超声波等等 它具备了这个对周围的 这个场景和环境的感知能力 它中间的这块 我们做了大量的算法 这块有控制器和处理器 实际上相当它有了大脑 有了大脑 那这个过程当中 它在除雪和作业的过程当中 它就可以实现这个智能化 和无能化的作业 机器人还能够透过远端操作 甚至能够设定除雪模式 让除雪车自行研判运行的方式 我们可以给它下达指令 那它就开始自主规划 然后全程开始无能化 如果前面有障碍物的话 它会进行相应的障碍识别 然后进行碰障 可以看到它会停下来 然后这个前面会有相应的识别线 而且还可以透过大数据的平台 一口气掌握所有除雪机器人的动向 规划清理的路线 原来南方市场是大家就对出冰雪没什么概念 现在随着这个极端天气是吧 包括现在江雨带的这个北夷 包括我们08年那种湖南的这冰灾 对大家是印象深刻 所以说从我们包括长沙 这个客户不管多少 都要配合一部分这种除雪的机械 作为关键时候能够管用 就连南方城市也得配备这样的除雪装置 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预计到2025年 除雪配备市场规模可以达到30亿人民币 极端天气也创造了中国大陆另一类的冰雪商机 TVA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